在 2021 年虽然我们还是遭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继续过着这个 New Normal 的生活 但是汽车市场还是继续照跑 今年还是有不少备受期待的新车会登陆我国市场 而今天我要说提到的这款新车呢 相信也是许多人都在等待着 它就是 新一代的 Honda HR-V 究竟这个 HR-V 有什么特别呢 现在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去复习一下好了 全新大概款的 Honda HR-V 是在今年年初率先在日本发表 然后现在也已经推出了欧洲版了 那在不久前 这个新一代的 HR-V 就在日本市场正式开卖 一开售就爆单 它的这个订单数量甚至是比原厂所订下的5000张还要高出了6倍那么多 达到了3万张 最近我这么晚开车的时候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哦 都像你讲换Wiper 了啦 手宅 让你的视野更清晰 请选择 Bosch 优质软骨雨刷 目前这款车的这个混合动力车型的 等候期是已经排到了明年 可不是完完的受欢迎 至于在欧洲市场方面呢 这个新一代的 HR-V 预计在今年年尾就会正式开售了 那在这里我就和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新一代 HR-V 的特点 首先在外观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一代 HR-V 它是大量保留了Econcept概念车的设计 我们基本上是在也看不到这个Honda Solid Ring 的设计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为前卫的大型横条式水箱护照设计 这个设计基本上是蛮有争议性的啦 然后再配上一对蛮锐利的这个LED头灯 你觉得这样的这个前脸造型是如何呢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车头设计的话 其实原厂它也有推出这个Honda XS 的外观套件 它就把这个水箱护照呢 取代成比较传统的一个六角形水箱护照设计了 这个六角形还有原本的那个横条式的设计 你不要喜欢哪一个 而在车车方面呢也是和上一代的 HR-V 蛮不同的感觉 它采用了一个长车头搭配六倍式车领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蛮 funky 蛮复古的 车尾的部分呢是我个人最喜欢这台车的地方啊 它就采用了一个私下流行的横观整个尾门的LED尾灯设计 而且这个尾灯设计相当的特别哦 它采用的是一个浑黑式的白灯 只有在亮起来的时候才是红色 我是觉得这个尾灯的设计辨识度是蛮高的啦 而且哦它的这个方向灯还拥有这个流水灯的设计 不过这台车的内装才是我更加喜欢的地方 它的整个dashboard非常的简洁 然后中间有一个悬浮式的出屏主机的设计啦 这个9寸的touchscreen它不止非常的高清 而且还支援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 相比起现行的这个HRV 真的是进步了很多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台车是有这个digitometer的 其实这个数码仪表盘是和我们这里的CTR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我又很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空调面板设计 这个基本上也是和我们这里的CTR是一样的 它的这个炫钮的手感非常的好 转起来你就很premium的感觉 这一点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的 不过最特别的还是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还有这个长得相当复古的炫钮啦 那这个炫钮其实是有三个step的 三段式的调整 就除了普通的出风还有关闭以外呢 它还多了一个微风的出口的setting 是蛮贴心的啦 那讲到这个ACON啊 这一回这个新的HRV 它就终于有后座空调出风口的设计了 我相信来到这里的话 相信会是许多人考虑它的其中一个卖点 不过讲真的空间才是这辆车的最大卖点 它依旧继承了Honda Man Maximum Machine Minimum 空间最大化的这个设计理念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部空间 哇真的是喜北宽 包括后座方面呢 也是很大的感觉啦 然后在尾箱方面呢 虽然说这一次原厂并没有公布它的这个容量 据说是比上一代还要稍微小了一点 但其实容量并不是重点 这也是我在试驾降托车过后所发现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其实在尾箱方面哦 整体的编排还有设计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方面呢 这个新一代的HRV 设计到很好啦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箱是非常的平直 然后全部都是这样flat的啦 而且你还可以并排容纳四个行李箱 把后座的这个座椅放倒的话呢 它给你的是一个非常平直的地台 你可以很轻松的容纳各种的大型物件啦 加上它也继承了上一代HRV所拥有的这个Magic Seat 你要在比较高的这个东西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把这个后座的这个座椅的椅垫折上来就行了 以这个空间运用的灵活性来讲 我觉得这个HRV 在同机之中它算是king了啦 而在配备方面的这个日规的新一代HRV 它也是有蛮多奢华的配置的 像是这个会自动关闭的电动尾门 以及全套的Honda Sensing Sensing 主动式安全系统 以及Honda Connect 手机远程操控 你可以遥控启动这个引擎啊 打开ACON啊 甚至是检查保养记录等等 它甚至还有这个全景天窗 在这一方面一点都不属我们的Proton X50 就不知道这一些配置会不会照搬全部来到我国呢 在动力方面呢 目前这个日规的HRV 它是拥有两种引擎选择的 分别是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1.5L的EHEV混合动力引擎 在这个1.5L的自然进气引擎部分呢 它的输出其实和我国的CD是一样的 分别是拥有121PS的最大马力 以及145Nm的峰值扭力 而混动版呢 其实就和我们的CDX也是一样 拥有一个130EPS的综合马力 以及高达253Nm的峰值扭力 至于欧洲市场的新一代HRV呢 则只有单一1.5L的混合动力引擎可以选择 那来到我国的话呢 这个新一代的HRV会用什么引擎呢?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是暂时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我们就参考一下这个我国现行款HRV的引擎配置 从旁边这个列表可以看到 分别是这个1.8MA以及1.5L的IBCD Hybrid混合动力引擎 在输出方面呢 分别是142PS 172Nm 以及152PS 190Nm 这两个输出相比起现在的这个新一代HRV的输出来讲 其实是高上不少啦 除了只有EHV它的扭力是比这两个还要高咯 所以老实讲这个新一代HRV的1.5NA版本 应该是不太可能会来到我国啦 加上这里的人如果听到这个HRV用1.5NA 他们第一个问题就会问 有没有力哦 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最强对手 它就是Proton X50 它用着输出蛮高的这个Turbo渦轮这辆引擎 所以我们相信HONDA Malaysia并不会对此做事不理 因此我们猜测我国的这个新一代HRV 很有可能会用这个日轨还有欧轨都在使用的这个EHEV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CDRS在用着的那个1.5NA引擎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253Nm的那个啦 感觉上用这个动力组合的几率比较大也比较实际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国也有的这个1.5L VTEC Turbo渦轮这辆引擎 它的马力和扭力呢比较能够和这个X50抗衡啦 只是如果HRV用这具引擎的话不懂成本会不会高出很多叻 要卖多少钱叻? 毕竟现行款的这个HRV 1.8NA都已经卖着一个110千左右了喔 这一方面你觉得这个1.5L EHEV还是1.5L VTEC Turbo 比较合你的胃口叻? 又或者是你觉得现在的这个1.8NA其实也不错 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只不过目前我们这里也遇到一个全球都在遇到的难题 那就是芯片暖缺 这个问题很大的程度会影响到我国的这个汽车的产量还有产能啦 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这个新车都必须要延迟发布 包括这一款新一代的换战HRV 其实如果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相信新一代的这个HRV 很大可能在今年就会登陆我国了 但是以目前来说的话呢 就只能等待官方的公布了 一旦我们有任何最新的消息的话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这里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就尽情继续留守我们的频道 嗯 最近我这么忙啊 开车的时候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喔 都是你讲款Wiper 了啦 手仔 让你的视野更清晰 请选择Bosch 优质软骨雨刷 关于这个新一代的HRV 你有什么看法 又或者是你对它有什么期待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方踊跃发表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所有 对这个新一代的HRV有兴趣的亲朋好友们 当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大大力按赞下去 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段FMCO的期间 能够乖乖待在家不要出门 Say safe 继续观看我们所带来的新影片 也包括之前的旧影片啦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频道有很多不同的内容 你们可以慢慢点击打发你们的时间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